交接应信 各位来宾请掌声 在国民党中央组发会主委苏俊斌的尖交下 新协任主委张亚平陈津土完成交接 苏俊斌强调亲自来屏东参加交接 除了是感谢陈津土为党务的付出 也用实际行动为张亚平加油打气 61年次的张亚平 国立清华大学博士班 曾任中央党部主委办公室秘书 青年部副主任 青年团筹备小组执行秘书 行政院亲府会主任秘书 台湾加油站发展部副总监 中央组发会主委 学经历丰富完整 而年轻充满活力的他 接任主委之后 也以六个字勉励自己来推动各项党务工作 那就是倾听沟通突破 我都会一个一个到各乡镇的一个月内 再把33乡镇交来 倾听大家的看法 从倾听完我们就做沟通的工作 这边是什么事情 这边是什么事情 我们来各位了解 找出最好的答案 找出最棒的人台 把33乡镇 我们要有那个雄心壮志 你要说有不可能的任务 可是我们要定个目标 我们输的地方 我们未来争取赢一票 我们赢的地方 我们要赢的更多 张亚萍强调 唯有彻底落实倾听沟通突破 才能够拿回在地的执政权 而媒体也好奇 张亚萍接任主委之后 是否会拜访民进党籍的县长曹启宏 张亚萍的答案相当肯定 我们的宪明 更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 只要对宪明 对党员有利的事情 我一定要跟朝鲜党 我们没有跟他托迷 跟他提出意见 他能有需 卸任主委陈金吐 则感谢党工多年来的协助 尽管期间遭遇三合一等选举的挫败 但能仍努力不懈的做好各项党务工作 他期许新主委的到任 能够带来新气象 重振屏东低迷士气 陈金吐卸任主委之后 升任为中央党部组发会副主任 今天的交接仪式 各界贵宾都前来欢送 今天也是陈金吐的生日 县党部特立准备蛋糕帮他庆生 让离情依依的气氛中带点温馨 也为他留下难忘的飞翼 评论新闻蔡迪华刘建荣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